Target.address 这一行 就 call 它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不多,但是很好用 以后的话,甚至可以用在别的地方上面 那什么时候可以用呢? 就是当你不想要按按钮的时候 才去执行某一个 sub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如果把这个按钮把它剪掉的话 那其实把它拿掉的话 基本上就不影响 它一样可以 walk 而且你若不讲,也没有人会知道说 这是用什么写出来的 当然用Excel里面的函数资金正列 一样可以做出结果 但是那个方法我是觉得太复杂了 光我上课,光讲那个部分 可能讲两个小时都还没讲完 而且同学越听越头痛 反而我觉得讲这个方法 同学接受度好像似乎还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讲完 后来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你前面那一段干脆不要讲好了 直接讲这个好了 因为前面东西感觉有点多余了 因为很多同学应该是没办法吸收 所以我之前是上课的时候 是有讲到前面这一段 这些我都还整理 而且还整理很清楚 刚后来同学已经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就跳过了 如果你要去执行它也可以 就这个 把那个大瓜胡不要选到 这个大瓜胡是自己要Ctrl Shift加Enter 你Ctrl C之后 然后如果你要把它变成适用那个方法的话 你直接可以在这边哦 这个区域5的地方 把它公式贴上 然后呢要用Ctrl Shift加Enter 然后呢向这边右 有没有 向下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没有用VBA的话 假设我这个VBA 我把它注解掉 你看没有VBA哦 可不可以walk 一样可以walk 一样可以walk 所以哦 如果你想要用那个最后的答案 你知道 你就像我这样 但是记得哦 你贴上公式哦 那个大瓜胡哦 你不是用自己打的 要Ctrl Shift加Enter 那那个作用其实就等同于在 公式里面去跑4圍圈一样到 一行哦 里面跑4圍圈哇 太厉害了 我自己光我想到这个 我都自己都觉得很头痛 更何况我要叫你们用这个方法 所以我自己都不接受的 当然我也不太可能说我特别讲 我是觉得这是可以 但问题是不是好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它把那么多东西塞在一行里面 而且不能打错认的一个字 那比VBA还更困难 那坊间或者是网路上 有蛮多人分享就是用正列的 但我觉得啦 很多时候我就直接跳过 我用VBA写就好了 我干嘛用执行正列 那个方法哦 我不知道 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是 目前来说是没办法接受 我觉得导步写VBA算了 因为你用那么复杂的东西 你还写在一行 那写错了 你也没办法除错嘛 那再来的话 你这么长的东西 写在一行也不能到 空间这么狭小 对不对 OK 不知道 如果你们有没有别的 或者说你觉得正列有什么优点 我可能没有注意到 你或许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目前我来说 我是觉得好像不是很优 所以这一段我也就跳过 OK 应该可以 如果有别的想法的话 欢迎各位可以给我一些 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 这四行我刚刚讲过 因为它是一个range 连续的 就是一个range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不要写四行 你要写一行的话 可不可以 可以 写的方法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什么 这个range 点copy 到这个 这个的话 你要到哪里的话 只要跟他讲开头的位置就可以了 不用指一个范围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 刚刚我这边把它改回 这个就不要用这个方法 OK 这边就把它delete掉 好 就不要用这个方法 如果各位有兴趣想要试的话 可以用刚刚的方法 当然你 两个方法试 感觉它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这样你看用 我们现在的方法跑 一样可以跑 没问题 两个方法都可以 最后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用range的方式来写程式的话 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一样切到刚刚这地方 然后呢 我们的程式就这一段 我刚刚写这一段 有没有 把B 放在 G 居然的D K列 Hij BCD 放在GHij 如果说我这种写法 我要把它改写成range 第一个的话 我先把它注解 OK 那为什么注解 那你可以删掉 有不怕删掉 到时候要把它叫回来 比较麻烦 第二个的话 请你用range range OK 这个range的话呢 那我哪个范围呢 特别注意 是B 假设了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写 你就先写一个范围 B2到E2的这个范围 然后点COPY COPY到哪里呢 COPY到G的 跟他讲一个出真根就好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就是这个 G K的位置 把它放在这边 那以后这个K 反正就会变动 一直往下放 但是这个2的话 不能永远就是call这个2 那这个2的数字 应该跟什么变动 跟I变动 所以只要怎么样呢 把这个2怎么样 改成I就可以了 改的方法都一样 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移到中间 加一个I 然后 空格空格 这样应该没问题 那这边的话呢 因为他已经最右边了 所以直接delete掉 空一格and 空一格I就可以了 因为他右边没东西了 OK 这个之前有讲过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等同是 把四行 改成一行 这样子 OK 看得懂意思吧 只是说 这种写法非常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以后如果你想要把 很多的范围 合并在一个工作表里面的话 其实用这个写法 非常简单 可能每几行程式 就全部合并完成了 诶 用这个方法 真的哦 太简单了 而且坊间书籍 很少有写这样的 都写得很复杂 OK 其实我都写得很简单 你就几行 OK了 只要你又懂回圈 或回圈 应该要写很多了 哪一个地方 到哪个地方 全部扣在一起 分割也是一样 可以把它扣过去 写法都一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 做完之后的话 结果不一样 这应该也没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 没什么不一样 而且哦 跟各位讲哦 他甚至多一个效益 什么效益 就是执行速度 会比较快 OK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刚刚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复制 那如果说你的那个 里面的储存格数量非常多的话 你会发现哦 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慢到一个不行 但是你 用点 范围点 好比 他就 放 有没有 整个就整批的放过去哦 所以你现在看不出什么差异啦 但是如果你将来哦 你那个 求求人格数量多的话 完全建议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否则的话哦 你真的会跑得很慢很慢 哦 当然 这个目前来看应该是没什么太大差别啦 可是真的 质量一多的时候哦 那就会差异越来越大哦 不过当然 以目前入门班的程度来看 我们还比较少讲到效率 先求有嘛 再求好嘛 OK 如果你都还没办法把程式写出正确的话 那怎么讲 后面都是多余的啊 你要很快 都写不出来啊 你要多快啊 对不对哦 所以剩下来的话 因为今天也是最后上课 那时间我想也差不了多少嘛 所以呢 之后的话我今天回去哦 真的你就是把前面的部分再复习 尤其是针对你比较不熟的部分 那最重要的部分看完一定要动手做 OK 其实动手做我觉得比那个听讲的时候还更重要 OK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 我们今天的话 就想到这里 那其他有些没讲到哦 云端上都还有解答 或者还有延伸性的一些说明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同学可以再试试看哦 那有一些多工作表 多工作部的部分哦 我是把它放在进阶的课程里面 才会再去延伸性的讲 因为毕竟哦 你们都还没有入门 讲到比较 是更深的这个城市哦 恐怕压力会更大 所以如果你假设有 想要更上一层楼的那个动机的话 建议先把入门班的所有城市 先把它让手 你再来学习 我觉得你会更加的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ok 今天的话我们就先到这里哦